已经经营10年的飞创工厂 虽然在社群与购物平台投入许多资源 营运却始终无法有效成长 不过在台北市政府数位转型辅导下 业者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 成功掌握产品销量建立品牌 更进一步提升顾客线上互动比例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官方网站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品牌的形象 那第二个就是我可以让消费者说 我不方便到门市去买咖啡豆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下单 那我们给他一个官方网站 他直接在官方网站上面做下单 直接做结账的动作 不管是用信用卡或者是结合LivePay 或者是其他的第三方支付 他的消费的速度 就是他的速度可以更减少 所以他愿意购买 就是当下他愿意购买的那个冲动性 其实会更强 所以这样子相对来说 会提升我们在线上做销售的一个额度 做了这个网站之后 其实我还有保留了一小块 就是做 其实我本身有在做咖啡的教学 所以我就把一些咖啡的知识 咖啡的尝试放到了这个网站上 所以就是你不管说你是来买咖啡豆 但是你其实你没有要买咖啡豆 你就算只是想要来看一下就是咖啡 学一下咖啡的知识 其实也可以浏览到我们的网站 台北市知名老牌西服店 李德西服 则是由第二代的林艳雅 一步步推动数位转型 更开发出线上下单模式 让女性客群大幅成长 我们其实是老店 然后以前在数位化完全是零 我从我回到店里面工作之后 其实有开始的 不管是我把网站重新建制 把客户的资料 踢到电脑里面 这是第一步的数位化 然后第二步的数位化 数位化其实是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时候我们多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置我们的LINE 就是让跟客户的沟通越来越 就是近距离 就是搭起了一个新的桥梁 然后第三个数位化呢 就是这一次的补助的计划 这次补助的计划 让我们就是建置属于我们自己的购物车 就是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就是在远端就是线上下单 他就可以线上的定制 其实不需要到店里面来 就是经由我们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们教他手把手教他怎么样自己量身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线上的方式 就达成了一个下单 所以这一次的计划 不管是在我们的订单量 还有就是我们的业绩量 有非常明显的显著的提升 还有以张学良旧居建成的富尔斯汤屋少帅残员 在既有官方网站新增预定系统 并且结合多国与系服务后 省区被第三平台抽佣金的成本 更拿回会员管理的主导权 他们都是台北市政府数位转型深度辅导的成功案例 为了协助台北市店家克服数位转型过程中的各项挑战 台北市政府以基础培育深度辅导及扩大运用刹那面向 辅导不同程度的店家成果封硕 像在培育的部分我们至少培育300名以上的 我们店家的这个 来自店家的这个从业人员 那从很很简单入手的这种 相关的这种实作 像包括这个短影音的这种拍摄 或者是到这种电商营销的这个部分 让他们可以马上实作 体验到这个数位领域数位行销的一个效果 那同时在我们深度辅导的部分 我们特别是聚焦在我们台北市服务业主要的 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像是零售餐饮还有我们的旅宿业 那么我们选出了20家的这个 具有强烈的这个数位转型企图的这个店家 他们具有扮演潜力 那也协助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碰点来做出诊断 然后提出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的套餐 那我想这20个店家 也成了我们这个各个主要行业里面的一个示范店家 可以给我们这个店家可以有更多参考运行的一个对象 那另外在扩大这个应用的部分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我们今年至少有补助了将近200个以上的这个店家 那针对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数位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全能的补助 那当然我们不只是补助而已 我们在他们这个导入这些解决方案之前 也提供相关的教育训练到导入中的陪伴辅导 那导入之后的这个成效的一个追踪等等 所以是一个希望能够他们这些导入能够真正的到位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进一步说明如何透过科技运用 协助店家找出经营痛点 对症下药提出解方 我们会针对一些特别的店家 甄选出来之后 以O2O的方式去专案个案去做辅导 那寻找出他的一个痛点 所谓的痛点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协助他 找到出他的问题之后 再对症下药 透过数位转型的一个科技的方法 让他去解决他的问题 那今天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一个案例 那共同来做分享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甄选出 目前在市面上面 那也是大家比较可以直接运用的一些方案 那我们会透过 由店家这边去找他适合的方案 那当然我们也透过专案的团队 去媒合他适合的方案 那这方面呢 在每个案子呢 我们透过一个补助的方式 让他可以直接就可以运用 跨出数位转型的第一步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113年台北市商业数位转型服务方案 补助计划 全额补助至少200家店家 目前还有名额 开放申请到9月底 邀请店家老板加入数位转型行列 善用科技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红海中 杀出重围 开创新商机 记者张旗藤 台北报道 连他们有 Frank 未经计导 散客